所以如果回到這個題目 多吃紅肉胖寶寶 多吃澱粉胖媽媽 是對還是錯 只要多吃都會胖媽媽 只要多吃都胖媽媽 懷孕期的卡路里很好玩 我們有統計過 真正懷孕期 媽媽整個懷孕期 卡路里總攝取量是會多 8萬卡路里大家去換算一下 大概就是10到12公斤的一個體重 8萬覺得很重 但是換算了280天其實還好 那也就是說你如果 一不小心多吃了8萬以上的 那就是你多餘的體重了 所以我會建議 其實正常吃是最好的 那至於澱粉是不是一定會胖呢 這還是看個人 我們很多媽媽 她會覺得小朋友沒有成長 她又拼命去吃 其實這反而是危險 就是你的能量給她補充那麼多 其實出在於 沒有辦法輸送到小朋友 所以大家如果現在 有在做一些精密產檢 我們現在早期的產檢 有一個叫做子宮血流的測量 也就是說你子宮血流 你養分再多 但是你血流那個路太窄了 它血過不去 營養過不去 它一樣長不大 其中小朋友反而比較危險一點 那已經到臨盆前只差兩週了 然後說是寶寶只有1,700 我的一個朋友 然後她就很擔心 因為家裡還是開餐廳開飯店 所以她的壓力非常的大 那她這個時候在補充紅肉來得及嗎 當然來不及 因為她一定有病態性的因素 如果你到臨盆前 大概已經30、七、八週了 才有只有1,700 她應該不是那時候才知道 我相信她是在32、3週就應該知道 應該是 所以七個月之後就可以開始準備 要七個月 對 反正就太慢了 像我們之前就有一個朋友 就是這個樣子 她就是 因為她其實本身 是有一點點潛在疾病 她是那個類風虛性關節炎 然後所以她懷孕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相當辛苦 然後懷孕的期間呢 當然就是也胖還算不少 但是她的寶寶就是一直都還蠻小的 就是比她那個同週期的寶寶的功課小很多 所以她一開始也是聽周圍的 跟她說要吃什麼 紅肉會胖啊 才會長大啊幹嘛 然後一開始就吃很多 吃很多之後呢 小孩沒有長很大 反正她的血啊什麼都不要搞 因為她懷孕的時候年齡也不小 其實是非常危險 醫生看了真的冒三條 現在嚇死了說 你千萬不要再這麼做了 因為很可能隨時可能變成 認證讀血症或什麼 是非常危險的 但她一看就是跟陳醫師講的一樣 她說她的原因就是她的那個 她說的是她那個胎盤沒有辦法 順利的把養分 讓小孩子從那邊吸收過來 所以你吃很多問題 是你的小孩能夠拿到的很少 所以你盡量吃這些紅肉 結果都堆在她身上 那後來醫生叫她說 不然就試試看 其實她那時候是用甘蔗 甘蔗汁 她說試試看能不能讓她 稍微大一些些 至少夠重她生下來 她說現在科技很猛 她只要到一個重量生出來 我們就有機會救她 但是如果你真的補到高血壓 我們就沒有那個認證讀血症 我們救你反而比較危險 所以後來她是後期 她就開始補甘蔗汁 不再吃紅肉 那算是也控制得不錯 後來生下來都還在邊緣值都可以 對所以她說那個時候真的很緊張 因為小孩一直沒有辦法大的時候 就發現是胎盤的問題 對 那黃醫師 那如果說在你的角度上面 既然她對寶寶媽媽過胖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對寶寶來說 那但是媽媽都希望我們可以 啊這個吃完之後 我的寶寶是健康的 媽媽是苗條的 這個是最完美啦 你們會建議怎麼吃嗎 但事實上你說 如果長遠來看媽媽的體重 跟孩子將來未來的肥胖問題啊 或未來的這些血糖的問題 有沒有相關聯 應該還是有 長期的追蹤下來 對寶寶還是會有影響的 那比較立即的影響 反而是出生的時候啦 像那種超級大寶寶 媽媽吃了 剛剛說媽媽要苗條 寶寶大 但是這個 這個 很難 很難的 通常都是媽媽很大隻 寶寶也很大隻 那出生之後 婦產科醫師已經把最困難的那部分 解決掉一半了 問題是寶寶出生之後 他在肚子裡一直都泡在糖水裡面 所以他的腎上 他的這個 糖水 養水會變糖水 因為糖分很高嘛 媽媽吃血糖很高嘛 所以這個寶寶平常就處在一個 比較高糖的狀況 所以他的胰島素其實一直不斷的在工作 想要把血糖趕快降下來 一出生之後 糖水都沒了 你們猜這個寶寶血糖是會高還是低 答案是低喔 因為他已經沒有那麼多糖 可是他胰島素還一直工作 他血糖越大越掉 所以胖寶寶我們兒科最怕的是低血糖 有的時候出生 你一個不注意 他突然開始抽搐癲 你會覺得糟糕 忘了驗他的血糖 原來他低血糖已經掉到一個很危險的範圍了 所以我們真的要破除了說懷孕期可以隨便吃 這種迷失是不行的 那你剛聽完一陣講這段話有多少就是在電視機前面的玉媽嗎 麵包都放下來了 而且沒辦法再跟老公講說我要吃什麼 老公就說七個月前放你自己 對啊 默默講說 整個都來過 對啊 完蛋完蛋完蛋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再提醒一下孕婦在體重的控制方面的標準 我覺得第一胎的媽媽是壓力很大的 因為不吃就我跟她講 好像人家有嫌你不吃 尤其公公婆婆壓力會大 我舉簡單的數字 大家就不用太擔心 當然剛剛英文是考了一段教 我就真的算考了給大家聽 其實在懷孕13週以前 每一天是比一般多吃100大卡 好少喔 14到26週就第二孕期的時候 每一天可以多吃200大卡 100大卡一碗飯多一點就沒了 第三個孕期就是27週到生的時候 一天是多300大卡 才生的 我不鼓勵大家每次去吃飯就開始用卡羅里APP開始算這個 但是用最簡單的 就像我常常講 有人說她從來不念書 但是每次都考第一名 那算她厲害 如果體重你都能控制好 隨便你怎麼吃 我們大概就用體重為參考的指標 第一個呢 在懷孕每一個月大概增加一公斤 是最好的參考值 其實前三個月增加兩公斤 是最標準的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到13週左右 你的小孩也才25到30公克而已 那是應付其他的一個成長 在之後都是一個月一公斤 這是非常標準 所以七個月大大約就是8公斤 6到7公斤 對 6到7 那最後留3到4公斤是最後要生的時候 衝水 這個真的是一定要扣打 其實這10到12公斤 我換算給大家聽 其實包含寶寶體重大概3000公克 羊水大概1000 就是一公斤左右 你身體的血液增加兩公斤左右 你其他的這個部分 為了未來儲藏用的 也增加差不多900公克 還有一些 才900 對 900如果整群外科來 可以解嗎 900其實蠻多的 你去問整群外科 這個要灌900大概要收二十幾萬 你連這個都換算給我 我們省了二十幾萬 沒錯 但是整體來講就是10到12 只有10公斤是為了懷孕必備的 那超過10公斤以上通通都是脂肪 所以你的體重你換算你就知道很好玩 你如果增加16公斤 通常最後6公斤就是脂肪 那6公斤很難減 很難減 所以呢這個我們把標準的體重讓大家知道了對不對 大家才知道有個依據啦 對 好來再來第二個部分就是 大家會關注的是寶寶一定要更聰明囉 所以可以怎麼做呢 問題就在這兒了 懷孕初期多補充魚油 可以幫助寶寶的智力發展嗎 懷孕初期用 來 圈叉請選擇 叉 圈叉 哎唷 前面這種Vicky是圈耶 你覺得可以 沒有 因為我有聽說過 好像就是要補充一點魚油 或者是深海魚之類的東西 可是我自己是沒有 因為我自己吃的是亞麻籽 另外一種的保健食品 是亞麻籽油 它同樣也是就是 它是說剛開始的 嬰兒的那個智力的發展 跟神經的發展是有幫助的 真的啊 所以我在想 我有聽說過 所以我就會覺得應該是對 葉酸我知道是因為要長什麼腦神經 什麼就是發展 但是我真的覺得你們真的對母體有太多苛責 我們可以生出來一個健康的小孩 就已經是很厲害 就不錯人啊 如果是力量衝不聰明 你們可以把這些事情打到遺傳上面 那就是你要他很聰明 我覺得這太難 而且我記得是 我那時候剛 因為我去驗的時候還不到三個月 然後護士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在是什麼油溶性 還是什麼的維他命 他就問我 我就說我只有吃B群 他說B群可以 但是他好像有說 魚油先不要 先不要 對他說三個月前先不要吃魚 然後我 他有講原因嗎 我沒有問那麼多 他說不要 我想說就不要 就不要 好 妳好乖 而且我有看那個鮑魚油上面的 說明書上面 他是給寶寶 他是給媽媽增加體重用的 他並沒有講到 就是給寶寶是對治療 是喔 對 所以我不知道魚油 到底對寶寶有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我看到增加體重 我想說好那就先算了 小可是因為護士 聽他講 他就做了 那你是 但是我是一直有 我第一胎的時候 也是聽醫生說 前三個月最重要的就是葉酸 葉酸一定要補充 因為他長腦 腦還是腦神經 那到了之後的話 就是補充鈣 然後我也是吃一般的 綜合維他命 維他命 那整個過程 都沒有吃魚油 沒有 我特別去吃魚油 而且加上現在可能也有一點 就是受到輻射的那個污染的影響 妳會怕 所以我其實會有點擔心 就是魚是不是來源很正常 或者是說 他的怎麼樣 所以我都會吃小魚肝 我反而比較不吃 比如說鮭魚啊 或者是比較大型魚 對 所以我會去吃 如果真的要補充魚裡面的油 我就是會吃小魚肝 那你也覺得 小孩聰不聰明是遺傳 讚比較大 不需要特別補充 其實真的吧 吸引 不過呢 這個問題回過頭來 如果說幫助寶寶自立發展 這個魚油的話 一定要先了解 魚油到底有什麼功能啊 對不對 來陳醫師 其實魚油它是一個概念 因為魚油這個名字 大家都聽得懂嘛 隨便講亞麻油 或者是其他的PFA 這種大家都聽不懂 主要是它是一種抗發炎的 一個不飽和脂肪酸 不飽和脂肪酸 其實在孕期有很多的研究 包含早期的容易流產 中期的容易早產 還有像一些 風濕免疫症的進行 還有就是像產後 產中或產後的憂鬱症 其實它都可以幫得上一些忙 甚至於在氣喘 在懷孕過程當中 如果容易發作的人 它也可以減緩它的發作 所以重點在於它的 它的那個可以抗發炎的這個發言 所以我聽你這麼多的功能 沒有講到一個 幫助寶寶自力發展的 這個是有一些好玩的研究 就當初把魚油給白老鼠 去吃魚油 後來發現 這個白老鼠的智商有比較高 這智商怎麼測呢 白老鼠測智商就讓它去 跑那個迷宮 結果後來有吃跟沒吃的 有吃那一國迷宮 快15秒結束跑出來 所以我都跟我病人說 如果你希望吃魚油 可以達到這個聰明 我相信他有跑迷宮 因為跑得比較快 至於說智商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改善